本土个案再创新高 28号新增11353例 首度破万例 死亡增加两例 一名70多岁男性 18号因为发烧 咳嗽 住院裁剪 隔天确诊 22号就死亡 并发到死亡只有五天 另外一位60多岁女性 19号接触确诊者 隔天就在家中昏倒 送医途中就死亡 前后只有一天的时间 特别的是 两人一剂疫苗都没打 完整接种过疫苗 在避免传播期 还有病毒在体内 大量复制的这个机会 跟时间也能够有所的改善 从4月1号 本土首度破百104例 两周后破800例 一周后又破2000例 在一周连破6000 8000 再破1万 未复部预估5月5号 确诊范围落在最低 19000例 最高37000例 疫情监测中心的一个 模型的一个估算 列出一个高低标 现在就是在成长期 这是一定可以确定 专家黄高斌认为 依新加坡经验 台湾这波疫情 维持短则三个月 长则四到五个月 六月可能是疫情高峰 医师沈正南认为 双北疫情在5月10号 达高峰 这时疫情已经进行25天 共约50万人确诊 中南部落后双北8到9天 这时全台每日新增 将破10万 这波疫情最高峰 大概在五月中 那最高峰我想破数十万 其实并不会意外 由于确诊人数快速成长 指揮中心5月1号 将使用确诊者自主回报系统 由确诊者在系统上 自填接触者等资讯 在有效原级职场 至系统回传 相关接触者名单等 专家认为 单日破10万就在眼前 民众现在必须多加防备 提高警觉 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这样是去潮车园台北财富摩道 我们在中间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 这一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正是一个 比较迷你的水神雾化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